一辆银色轿车缓缓停在槟榔滩前 从副驾驶座下来 一名头戴红色帽子戴着手套的男子 拿着棍棒就直接走进槟榔滩 原本趴在桌上休息的店员突然惊醒 这名男子却把桌上的钱抢了就跑 一人持着棍棒进入这槟榔滩里面 行抢大概五千块钱 之后驾车逃逸 但是当警方货报坠气到这辆车时 银色轿车几乎全部烧焦 车里面更被烧的只剩支架面目全非 四方玻璃全碎 引擎盖更因为撞到路数掀了起来 发现这部车因为发生交通事故 自撞路数然后引起了烧毁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辆被烧毁的车 在3月4号就已经失窃 嫌犯又偷了一个车牌 锁在脏车上抢劫檳榔滩 这两名嫌犯开车到罗东镇 这家檳榔滩抢了五千元 就驾车逃到东山乡玩山地区 却不小心自撞路数 导致警方到场时车辆已经全被烧毁 实际回到遭抢的槟榔滩 店员都是女孩子穿着清凉生意很好 但这两名嫌犯却开脏车 手拿棍棒大胆行抢 警方目前已经锁定歹徒 引向权力坠气当中 记者林医生 曹卫生 宜兰报道